萧炎的先祖有多强 堪称斗帝之下第一人 萧璇是萧族的盖世器材 仅用了百年时间便达到九星斗圣后期 他没有修行类似坟决的功夫 完全依靠自身强悍的实力强行控制三种逆 萧炎所学习的天火三玄便就是他的祖先萧璇所创 萧璇被认为是萧族最有可能成就斗帝的 私下与坟岩谷坟岩老祖交情节 将自创的天火三玄便留在坟岩谷 天火三玄便由此也成为了坟岩谷的阵谷之道 萧璇在世时萧族斗帝血脉已面临枯强 萧族已经出现衰落的趋势 为了延续斗帝血脉他决定破补陈州 将萧族血脉之力全部聚集到他身上强行冲击斗帝 但由于缺少未免元气的缘故最终失败 冲击斗帝失败后身受重伤 遭到魂天帝和众多魂族强者联手偷袭而游 也导致了萧族彻底握手 此后他的残余能量体进入了天幕 等待萧族后人前来 接受萧族最后的传承 萧璇的古墓位于古族之中 但古族之人进不去 虽说古族一些实力通权者能够强行进入 但萧璇毕竟对古族有难 他们也不敢放肆地乱举 所以这么多年来 也没什么人能够进入那萧璇的谷 萧炎进入天幕后被两名魂族斗圣能量踢阻 萧璇的一道投影出现 仅仅一掌就将两名一星斗圣能量体拍子 萧璇将遗留的少许消毒血脉 与薰儿的狐狐血脉 紫炎的龙黄血脉融合 注入萧炎体内 又给予萧炎完整版天火三玄便帮助他获得消毒毒纹 并用远古弑虫的虫后制作远古虫黄衣送给萧炎 后来为帮助萧炎突破到地界灵魂 燃烧自己的灵魂来抽取天幕的灵魂本人 最终耗尽灵魂之力彻底陨落 留下的灵魂印记被萧炎收起